再来分享一下这个倒挂金钟度下的技巧 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呢就是要把这些花类全部给它剪掉 因为夏天是它的花期 但是天气太热这个花是开不出来的 与其让它在这个上面还不如给它剪掉 这样更利于它度下 这样就剪好了 第二点就是浇水 在夏天给这个倒挂金钟浇水 一定是看这个盆土 等这个土非常干了之后再给它浇 而不是看这个叶子 因为很多人看这个叶子 它拉下来就以为它是缺水了 那么平民给它浇 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倒挂金钟就会被你给浇死 第三就是把这个倒挂金钟 放在非常阴凉通风的地方养 如果能把它挂起来养 那就最好了 另外还可以未雨绸缪 就是提前牵插备份 因为这个小苗它是更容易度下的 大家看它的这个状态跟大的是完全不同 这个多精神